好,我们开始Amos软件的一个讲解 那Amos它是用来分析结构方针模型 对结构方针模型进行建模的一个软件 那么在此之前呢 我们首先要对结构方针模型做一个简要的介绍 首先第一个要问的问题就是YSEM 也就是为什么要使用结构方针模型 好,结构方针模型它的英文全称是Structure Equation Model 简称的SEM就是三个英文单词的手写字 它也叫做斜方差结构模型 或者也有人把它叫做英国模型 可以说它是一个基于变量的斜方差矩阵 通过这个斜方差矩阵来分析变量之间关系的一种 统计方法 好,大家可能都听说过浅变量这个难词 结构方针模型呢 它就是用来处理浅变量之间关系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模型 那什么是浅变量呢 我们在很多的那个经济啊管理啊社会 比如说还有一个心理等领域的一个研究 我们有时候会涉及到这样一些变量 而这些变量呢 我们不能够直接的去测量 或者说有时候可以测量 但是不能够测量的不准确 好,这种变量就叫做浅变量 比方说自力 你的学习动机 还有你学生的一个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等等 这些都是浅变量 既然我们不能够直接的去测量它 那么怎么办 我们就用一些其他的一些可测变量 来间接的测量这些浅变量 你比方说家庭 学生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刚才说了它是一个浅变量 好 既然它不能直接测量 那我就通过父母的教育程度 父母的职业 还有父母的收入 把这三个变量作为它这个浅变量的观测指标 通过这三个指标 去间接的测量这个浅变量 那么传统的一些统计分析方法 它是不能够妥善地处理这些浅变量的 而结构方式模型 则能够同时处理这些浅变量 跟它对应的一些可测指标 好 那结构方式模型既能说它是 它能够处理 处理这些浅变量 这些浅变量传统统计分析方法是不能处理 我们先来看一下传统的统计模型 它有一些什么缺陷 第一个缺陷就是关于测量误差方面的 以线性回归分析为例 虽然说线性回归分析模型 它在它的模型假定里面 虽然说隆形你的因变量是可以包含测量误差的 但是呢 同时它是也要求了你这个质变量的观测 没有误差 好 像这样的Y等于A加BX加E 它是一个线性回 当然它是一个一元的线性回归模型 的标准形式 通常是怎么假定的呢 我们假设X它是一个非随机的变量 而实际 实际情况当中 你这个X其实经常是一个随机变量 是有测量误差的 或者说你这个X呢 它是一个潜在的一个随机变量 不能够直接观测 所以 当你这个质变量跟因变量 都不能够准确测量的时候 你这个方程 就不能够用来估计变量之间的关系 这是第一个关于测量误差 那第二个传统统计模型的一个缺陷 就是关于多变量之间关系 实际情况当中呢 多变量 多指标变量之间的关系是很复杂的 并不一定就是 你能够用一组质变量 去解释一个因变量的 举一个例子 你一个人的学历或者说受教育程度 它会影响收入 对吧 一般来说是一个正相关的关系 受教育程度或者是学历越高 那你的收入也越高 好 收入呢 又会影响你的消费支出和结构 对吧 你有一个那个消费函数 那 学历或教育程度会影响收入 收入又影响消费支出和结构 那么 可见你的学历或是受教育程度 它就会间接的影响你的消费支出和消费结构 好 它是一种间接的影响 那么对于这种间接的影响 如何去建模 传统模型是没有这一方面的内容 这是第二个 关于多变量之间的关系 第三个是关于音质分析的 跟音质分析有关的 传统音质分析里边 我们一般是要求你这个潜在的音质之间 是相互独立的 但在实际问题里面呢 很多潜在的音质之间 它是存在着一定的关联 或者是依存关系的 好 当你这些潜在的音质之间 存在着关联或依存关系的时候 这种情况 你如何去进行音质分析 进行建模 最后呢 是关于一个模型比较 传统的音质分析 我们一般是就做完一个音质分析 从那个一些变量里面提取出一个公共音质 对吧 提取出来以后 然后看一下它的那个效果 就就完成了 并没有涉及到不同模型之间如何去进行比较或是检验等等的这些问题 实际我们在做的时候呢 好 同样一个变量 同样一个数据集 我们其实能够基于不同的理论假设 对吧 基于我的不同学科的理论假设 去拟合各种模型 好 那我如果拟合了很多个模型 我如何去检验 到底不同模型之间哪个更好 这些传统的音质分析 传统的音质分析里面是没有设计的内容 那么结构方式模型是可以做这些的 我们来看一下结构方式模型的一个结构 结构方式模型呢 它是由两个模型来组成的 一个是测量模型 一个是结构模型 好 在测量模型里面 它一般是这样一个形式 X表示万生变量 X这个万生变量呢 跟它对应的浅变量 有存在一个线性关系 好 这个呢 叫做 等一等 这一个呢 叫做 因子载荷矩正 那么它是Y生变量 对应的一个因子载荷矩正 好 这个是对应的误差项 好 Y呢 是内生变量 内生变量 跟它对应的一个前变量之间 也有一个关系 好 这个呢 这个系数是一个因子载荷矩正 那同样的 它也对应一个误差 因为 为了符号上的区分 所以把这个误差用 一个用那个 这个符号来表示 另外一个是用这个 EB系统这个符号来表示 好 这个是测量模型 测量模型 度量的是 浅变量和测量指标之间的关系 接下来是结果模型 结果模型 它度量的是浅变量与浅变量之间的关系 你看 这个是内生变量 对应的一个浅变量 那它跟自己 有一个 有一个线性关系 然后呢 它跟外生变量对应的前变量 又有一个线性关系 那这两个是它们对应的一个 系数 同样的 它这里也有一个误差 注意这两个符号的区分 就是看上去 它们俩是 有点类似 但是其实是不一样的 这个是误差项 那这个呢 是 外生变量对应的浅变量的一个表示符号 好 刚才说了 你结构方式模型是其实有两部分组成的 一个是测量模型 一个是结果模型 测量模型 它主要是描述你这个浅变量跟指标之间的关系 比如说家庭收入等等这些指标 跟社会经济地位之间的关系 好 这个是测量指标 这个是一个浅变量 你的学生的各科成绩 与学业成就之间的关系 这个是浅变量 这个是浅量指标 这是测量模型 结构模型呢 它描述的是你浅变量之间的关系 比如说社会经济地位和学业成就 对吧 这两个都是浅变量 那么他们之间有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这个就是通过结构模型去度量 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指标是含有测量误差的 比方说我们学生 你让学生去做数学题 对吧 数学题 它肯定是就通过一道题目 它肯定有一个文字或数学符号的一个表示 那学生做完这个数学题以后 其实这个数学题 它既测量了学生的数学能力 同时呢 也反映了一个语文能力 语文能力就表现为你对题目的理解 这种阅读能力 但是这个语文能力 其实是在你研究兴趣以外的 对吧 所以这个可以看出是一个测量误差 好 我们最关注的就是浅变量之间的关系 也就是说这个结构模型 结构模型才是我们研究的重点 所以呢 整个分析也叫做结构方程模型 是这么来的 好 我们再看一下结构方程模型有哪些优点 刚才是主要是说了传统的统计分析的一些缺点 以及结构方程模型的一个就是形式上的一个简要介绍 我们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它有什么优点 第一个 它可以同时处理多个音变量 我们经常使用了回归分析 它只能处理一个音变量 对吧 你一元线线回归 那是一个音变量跟一个字变量 多元线线回归是一个音变量跟多个字变量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结构方程模型 它允许你这个字变量跟音变量都含有测量误差 那前面说过 你比如说以回归分析为例 它虽然说允许音变量是含有测量误差的 但是它假定字变量它是没有误差的 是一个 不是一个随机变量 但是很多就是现实问题 你比如说对态度啊 行为等的一些变量的测量 它是往往是含有误差了 那么这个结构方程模型是能够脱上处理 第三个呢 它能够同时估计音质结构和音质关系 好 我们在一个研究当中 其实同一个研究里面 就是其他共存的一些音质跟结构 它们其实会相互影响的 不仅是影响音质之间的关系 而且也影响了音质跟指标之间的关系 好传统的做法呢 是单独考虑 那么结构方程模型呢 把它就是可以合并 合并在一块考虑 你这个音质之间的关系 音质结构跟音质和指标之间的关系 就是把他们同时考虑 这个是传统模型没有的 那么是结构方程模型的一个优点 第四个优点 它允许你有更大弹性的一个测量模型 什么意思呢 传统的 我们以前做了一个因子分析 通常就是一个指标 属于一个因子 对吧 就不能够处理你一个指标 从属于多个因子 这种情况处理不了 或者说 你从一些测量指标里面 提取出一个因子出来 对吧 假设你有十个变量 你提取出了四个因子 那在这四个因子里面 能不能再提取出两个因子出来 也就是说对于这种高阶因子 然后从属关系有比较复杂的模型 传统的方法解决不了 那这个是结构方程模型的另外一个优点 最后呢 它可以估计整个模型的一个拟合程度 那么在结构方程模型里面 它不仅可以计算不同模型 就同一个样本数据 我建立不同的模型 然后这些模型对这个样本数据的一个 拟合程度有一个度量 对吧 第二个 它还能够判断你哪一个模型 更接近你这个数据所呈现的一个关系 也就是说进行一个模型的一个选优的过程 好 这个是结构方程模型的一个优点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结构方程模型 它包含了一些哪些统计方法 结构方程模型它并不是就是突然就有的一个东西 实际上它是在传统的一些统计方法上就是不断的演化过来的 也那那从这个角度来说 它其实包含了一些传统的统计方法 比如说有哪些呢 比如说回归分析 如果你这个结构方程模型的测量模型里面 也就是说反映因子跟指标的关系当中 你的各个因子是可以直接测量的 好 因子本身就是指标 那你这个结构方程分析就是一个回归分析 对吧 第二个包含的统计方法就是因子分析 如果你只考虑因子之间的相关 而不考虑因子之间的一个因果关系 也就是说没有结构模型这一部分 就是浅边量跟浅边量之间的关系这一部分 那么你这个结构方程分析就是一个因子分析 而如果你是要检验你这个数据 就是你根据你的学科理论提出了某个鲜验模型 然后你再去检验这个数据是不是符合这个鲜验模型 那就成了一个验证性的因子分析 那除了回归分析和因子分析以外 其实还包含了一些其他的 比如说替检验啊 方杂分析啊 交互作用模型啊 以及实验设计等的一些统计方法 那之前解决的那个问题就是 为什么要使用结构方程模型 那好 我们既然是一个AMOS软件的一个讲解 那为什么要使用AMOS Why AMOS AMOS我们先来认识一下它 它是Analysis of Movement Structures 它的一个简称 也就是AMOS这个软件的名称 是从这个英文词组里面得来的 A然后MOS 然后S 也就是说它是用来分析你的一个锯的结构 锯其实 当然它实际当中用的主要是一个二阶锯 方差和斜方差 现有的一些结构 用来做结构方程模型的软件 大概有这么几种 一个是AMOS 一个是LISA 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 比如说EQS MPlus等等 那这里我们对它来做一个比较 然后你就会知道 我们为这里为什么要选用AMOS这个软件 AMOS呢 它是由SPSS公司开发的 好 SPSS公司开发的软件 有一个最大的一个显著特点 就是非常的易学易用 那在这里 它是不需要编程的 很好用 你去用这个AMOS 去做一个结构方程模型的建模 基本上就是跟你在一个一张牌子上画画一样 那用它做研究呢 是这个过程是非常享受的 就非常的方便 对于数学不好 或者说是对统计方法了解不多的人 这个是一个福音 第二个用的比较多的软件就是LISA 它呢 因为需要编程 所以掌握起来就比较困难 所以目前用这个软件的人不是很多 主要是比较难 当然它其实功能还是比较全面 最后像EQS和Mplus等等这些 基本上是一些非主流的结构方程模型软件 用户呢是比较少的 那好 第一讲 结构方程模型的一个简介就到这里 谢谢 谢谢